这里关心有趣的消息 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厉害了 未来还可能成为人类的好伙伴 科学家透过了新科技打造 会揣摩人类的脸部表情的机器人 也可以透过跟人互动发展自己的人格特性 电影《人工智慧》里 机器男孩David他拥有真实人类的情感 现实生活里 机器人不只内心向人 他们的脸部表情也越来越真 被称为爱因斯坦的机器人 他的眼睛里装有迷你的摄影机 可以完整地揣摩人类的脸部表情 再透过动画软体控制脸部跟节目上 62条的肌肉 机器人的表情自然就可以栩栩如生 这里面最重要的技术突破 就是先进的人造皮肤 它只需要非常少的电力 机器人就可以携带小电池啪啪噪 成为第一个会走路的表情机器人 而这个机器人 他的视线可以同时间辨识好几个人 记得他们的特征 然后借由人类之间的对话形式 模拟人格特性 当他跟某个人互动之后 机器人就会知道自己的感受如何 而这款家用型的机器人叫做Zeno 他会走路 会交谈 而且会用眼睛表达自己的感情 Zeno在街上网路之后 他可以透过下载程式增加智慧 目前一个满一万块美金 科学家将他定位为一个 孩童的最佳学习伙伴 Hanson Robokind Robots